您能想象好端端的地面突然塌陷成一个巨大的坑吗? 平静的湖面突然出现一个漩涡,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将周遭的一切都吸了进去。 这些场景并不只在恐怖片中才会有,在地理或地质学中,它们都被归类为天坑。 严格来讲,它们并不纯粹是自然产生的,也可以是由人类活动触发,或者受极端天气的影响。 虽然全世界塌陷随处可见,但能被号称为末日天坑的,还真的值得大家好好地领略一番。 本期视频就跟着我们一道直击文明全球的15个天坑吧。 第15位 巴塔盖卡坑 想知道人类的活动给地球留下多么深的伤口吗? 看一看巴塔卡盖坑就知道了。 这个神秘的深坑位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长度超过两公里,宽度达一公里,深度则近百米。 从天空中俯瞰,它就像是一个不会流血,也无法愈合的地表裂口,被当地人称为地狱之门。 科学家认为,它的出现很可能是全球气候变暖所致,由于温度升高,被冰冻多年的冻土开始融化,逐渐形成了较大的中空结构。 在北极地区,类似的深坑塌陷现象不在少数,但巴卡盖卡坑是一个特例,因为自1960年被发现以来,它一直以每年10到20米的速度向外扩张,遇到温暖的年份时,更可能飙升至每年30米。 究其原因,可能与它历史悠久有关。 从深坑中发现的化石来看,这里的冻土能够追溯到20万年以前,论资排辈的话,算是老祖宗级别了。 但这绝不是什么好消息,反倒更令人担忧,因为这意味着在深坑不断的扩张过程中,远古病毒和细菌将或复苏,而冻土融化又会让微生物活跃加强,分解出碳,释放出温室气体。 从而再次加剧了温室效应,让全球变暖,陷入了恶性的循环。 如果那天真的到来,大概就是人类在自食其果吧。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记得点击订阅按钮,打开小铃铛,下期视频更新的时候,您就能第一时间看到了。 第十四位,祖父天坑。 俄罗斯在坑洞的问题上频频中枪,而内陆城市别列兹尼基更是首当其冲。 放眼望去,城内大小湖泊随处可见,甚至连房子和马路都飘于其上,整个城市处于宾死的边缘。 仅剩的居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日益没落,却束手无策。 如今的荒凉,很难让人把它和当年的繁荣联系在一起。 这里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假盐产地,产量居全球10%。 随着人类毫无节制地开采,假盐资源消耗殆尽,矿道逐渐地荒凉,城市也逐渐被遗弃。 但这些留下的地下矿井,由于含颜量依旧较高,在强降雨的倾注下开始大面积的坍塌。 地面出现大坑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不知是幽默还是自嘲,当地人竟然俏皮地给这些坑洞取了各种花名。 最大的一个叫祖父,最小的一个叫宝贝。 祖父坑最初只是一个地线,后来它朝着一条重要的铁路线方向不断地扩张, 最后变成了直径400米,深200米的天坑,甚至还导致一名卡车司机不幸身亡。 第十三位,佛罗里达州天坑。 如果要问您美国的阳光之州是哪里,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答案, 地出美国最南端的佛罗里达一定会名列前茅。 说到这个州,还有一个冷知识,那就是它算是美国的天坑之都, 臭名昭著的天坑谷就在这里,一次强降雨能让一条马路在24小时内出现6个巨型坑洞。 如果天际条件继续变差,那么出现新的塌陷也不足为奇。 那么这里为什么特别容易出现天坑呢? 这和这里的喀斯特地貌密切相关。 喀斯特地貌是一种由石灰岩组成的地形,这种软岩极易溶于水, 随着雨水的渗入,盐石会慢慢地被其侵蚀, 再加上长期干旱和酸雨的夹击,让这里腹背受敌。 住在这里的居民经常会处于胆战心惊的状态, 收到气象部门的预警,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他们都知道,说不定哪天早上醒来,会发现自己的家园变成了泽国, 甚至好端端地走在马路上,顷刻间脚下的地面就被黑洞吞噬, 深深地陷入地下,这也太坑人了。 第十二位,中国天坑 中国也有不少自然形成的天坑群, 有些甚至已成为热门的旅游资源, 但视频中的这个深坑明显和旅游度假毫无关系, 而是一起路面塌陷事故。 2020年8月19日,四川省宜宾市发生了一场重大事故, 马路铺道和绿花带突然塌陷, 将树木连同停靠在路边的21辆汽车全部吞入洞内, 现场画面都被监控视频拍了下来, 大家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股猛烈的劲头。 由于积水多且深,救援和修复工作难度很大, 最终只有15辆车的残骸被找到, 其余6辆完全没了踪影。 万幸的是,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经过当地警方和地质队连夜调查, 他们认为塌陷的原因是金沙江水倒灌进事发广场区域, 加上连续的暴雨所导致的。 话虽如此,但情况为何如此严重, 还是不免让人有些疑惑。 第11位,日本福岗深坑 看热闹不嫌多,路面发生大型坍塌事故也不在少数, 如果说前面那则还能怪罪老天爷, 那这次可真的就是人祸了。 据日媒报道,福岗市一条十字路口出现了大规模的坍塌, 一个大坑横跟在道路中央, 事故发生在清晨五点钟, 最初只是小规模的塌陷, 但此后逐渐的扩大, 最后形成了长宽个约三十米, 深度为十五米的大坑。 由于下水管道破裂, 塌陷部分聚集了大量的地下水,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大池塘。 福岗交通局承认, 事发时地下二十五米处正在挖掘地铁隧道, 估计是由于隧道顶部沙土发生大规模的波落所致, 他们虽然第一时间道歉, 但实际效果并不大。 首先是事故造成的影响辐射面很广, 不仅十四米宽的路面被拦腰折断, 一人受伤, 现场周边大楼的空地上也发现了塌陷的痕迹, 事故还导致周边大约八百户民宅 和附近福岗机场国际航站楼火车站停电, 给繁忙的早高峰添了一把堵。 更让人无语的是, 他们明显没有吸取教训, 几个月以后, 在距离事故发生地不远的地方再次发生了险情, 原因几乎一样, 真把当地居民吓坏了。 第十位, 昆士兰州海滩被吞。 大家可不要以为天坑只有城市和山区才有, 在沿海地区甚至海滩上也会出现。 2018年,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知名景点, Inscape Point就出现了天坑, 海滩上平白夺出了一个长300米, 宽100米, 深7.5米的大坑。 从航拍画面来看, 就像是被怪兽咬了一口一样。 海滩可以毫无征兆地凭空消失, 让人不禁联想到电影《2012》中出现过的场景。 据专业人士分析, 这次大坑是由于地下岩石溶解所致, 由于快速流动的水流和岛屿本身发生冲击, 使得岛屿下方的沙子塌陷, 这才出现了济岸滑坡现象。 虽然从理论上来讲, 岛屿会自行修复, 但也不排除未来还会再次发生的可能。 其实, 这已经不是昆士兰州第一次经历类似事件了, 三年前, 当地一处热门露营地也发生过险情, 当时彩虹沙滩出现大面积坍塌, 区域长度横跨150米, 不仅地面消失, 营地的一辆汽车、 拖车和帐篷也都被海水所吞没, 大约有140人被紧急疏散。 第九位, 威地马拉天坑 现在我们来聊一聊威地马拉, 2010年, 这里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天坑事故, 在城区的路面上出现了一个直径20米, 深约100米的巨坑, 高度比肩40层楼, 大家可以想象它有多深。 事故一共造成15人死亡, 地质学家分析, 这个天坑可能是受热带风暴阿加沙所引发的洪水造成的, 之所以说可能, 是因为天坑在威地马拉比较常见, 相似的情况在2007年也出现过, 两次的距离也很近, 不过直接原因跟管道破裂有关。 虽然那次直径稍小, 但威力不减, 一栋三层楼的厂房被吞并, 五人死亡, 多人被疏散。 那么为什么天坑在威地马拉就那么容易引发灾难呢? 这就要说到问题的根本了, 这里部分城区的地面不是我们常见的固体岩, 而是处于一层由碎石构成的火山浮石上, 这些石头既细碎又松散, 很容易被侵蚀并造成空洞, 而暴雨就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将岌岌可危的防线攻得体无完肤。 有多位地质学家表示, 类似的大型事故绝非偶然, 但要想做到精准预防, 难度的确是不小, 毕竟城市想要换地基就跟人要换原生家庭一样, 根本是不可能的, 难道说威地马拉真的是一片威地吗? 第八位, 试货躲不过, 大卡车跟着遭殃。 出行要看路, 大家都知道, 即便如此, 还是有些人因为粗心大意又发各种小插曲, 轻则踩到水塘, 重则跟别人来个亲密相撞, 而相比步行, 开车上路的人自然多了些警惕, 毕竟交通事故可绝非儿戏, 但有的时候, 没运来了, 想躲都躲不掉。 就比如说视频中的俄罗斯卡车司机, 估计他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的车好端端地在路面行驶, 却没来由地突然栽了个大跟头, 直接掉进了一个巨大的坑里。 更让人叫绝的是, 在此之前, 这条马路一直处于正常状态, 非但没有事故发生, 就连路面也是平整的, 但就在他驾驶的水泥土方车经过之时, 前方路面突然塌陷, 行程的缺口不大不小, 正好把车辆前半段卡得死死的, 想出来都难。 虽然司机并无大碍, 但事故本身已经足够戏剧化了, 要说这到底是天意呢, 还是纯属倒霉, 恐怕永远都说不清啊。 第七位, 司机高价脱险。 如果说前面的司机无辜倒大霉, 那么这位就是莫名行大运了, 发生地点依旧是在俄罗斯, 但这次换到了危险系数更高的高速公路上。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刚开始, 司机们只是为了避开柏油路上的一个轻微的凹陷, 纷纷借到行驶。 随着时间的推移, 道路变得拥挤, 车辆开始走走停停。 突然间, 地面凹陷处突然张开了大口, 其中一辆黑色轿车距离它只有几厘米, 真不知道是它点背还是命大。 震惊之余, 前面的司机也不忘再往前开几步, 以便给它腾出一些安全的空间。 交通局官员表示, 路面发生塌陷, 可能是前几天连续降雨所致。 所幸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也没有车辆因此而受损。 只不过这条高架估计要被不少司机拉黑了, 毕竟这样的心惊肉跳可没那么容易忘记。 第五位, 后院变水坑。 对于自家房子带后院的朋友来说, 最糟心的是可能就是某天醒来以后, 发现院子里多了一个不速之客。 只不过这位居住于昆士兰州伊普斯维奇士的朋友, 比大家碰到的情况还要棘手, 他的院子里竟凭空夺出了一个水塘, 里面泥水翻滚, 看起来怪可怕的。 这还没完, 就在他们莫名其妙之际, 这个水坑仿佛还自带魔力, 每天都在不断地变大, 直径足足达到了15米, 怎么会出现如此诡异的现象呢? 大家可能要说, 这跟下水道破裂或者地区强降雨有关吧, 但真相是, 这对退休夫妇的后院所在地曾是一个地下矿区, 初步判断是某个矿洞塌陷所导致的, 但由于该矿区占地面积广, 坑洞数量多, 而且当年也没有好好的记录, 因此想要提前排雷估计是很难了, 对此政府也表示爱莫能助, 当地居民只能是自求多福了, 看来大家以后买房一定要记得扒一扒周边的历史, 看看有没有什么黑暗的过去。 第四位, 夺命废水池 不知大家发现了没有, 在灾难面前, 水往往是一大帮凶, 这个规律放在天坑里也同样适用, 只不过这次倒不是靠近水源或毗邻海边, 而是和滚烫的废水有关, 由于事发突然, 画面也过于残酷, 关键部分我们就用动画来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当时有一名俄罗斯的司机准备将车辆停靠在路边, 无意间看到历青路上冒着青烟, 出于警觉, 他觉得这里不太安全, 打算开走重新找一个车位, 但没想到的是, 他却把自己送向了深渊, 就在他将车启动的一刹那间, 路面突然破了一个大口, 连人带车将他们全部吞没, 由于里面是滚烫的废水, 车内司机和另一名乘客的下场自然不言而喻, 相关部门表示, 这起悲剧是由地下热水管道爆裂造成的, 事故一共造成两人当场死亡, 由于坑内温度太高, 抢险人员用了好几个小时, 才勉强将车辆吊了出来。 第三位, 村落突发地线, 您相信池塘会凭空消失吗? 前一秒还有水有余, 下一秒就变成了又干又深的坑洞, 这场地线惊魂绝非是小说或电影情节, 而是真实发生在波黑北部一个偏远的村落里, 在一个名叫萨尼卡的村子里, 原本一个长二十米, 伸八米的池塘, 却突然摇身一变, 成了直径五十米, 伸三十米的大洞, 就好像土地张开大口, 把池水、鱼儿甚至是池边的树, 全都一口吞下。 有居民回忆说, 地线的前一天, 他还坐在池边浅着梅子白蓝地, 事发时一片混乱, 鱼儿纷纷跃出水面, 地下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将粗壮的梅子树拼命往下拉。 面对这样的情景, 当地人自然也是一片错愕, 但科学家却表示, 这背后是有合理解答的, 池塘或小壶突然消失并不罕见, 主要跟地下水干涸或水利灌溉引起的土壤变化有关。 话虽如此, 村民们并不买账, 毕竟专家们说完就走, 但留下来收拾残局的还是当地的居民。 第二位, 路易斯安纳州的神秘漩涡, 地面上出现水坑, 我们大家都已经见识过了, 但你知道水下也会出现深坑吗? 平静的湖面上, 突然出现巨大的神秘漩涡, 不仅能将湖水抽光, 还能把周遭的一切都带走, 最后大家都被深埋在水中, 永无出头之日。 水下出现深坑是极其可怕的。 2013年, 美国路易斯安纳州就发生过一次, 当时湖中央的某处突然出现漩涡, 开始是小范围的, 将水流往内连卷带西, 接着逐渐扩大范围, 力道也变得更猛, 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最后竟吞没了部分森林。 我们截取的视频就捕捉到了这一惊险的瞬间, 那些树木少说也有五六米高, 但它们在湍流神秘的漩涡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短短几秒钟就没了踪影。 大家觉得这些东西最后去了哪里, 背后神秘的推手又来自何处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 第一位,俄罗斯村庄惊陷天坑 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市, 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 其实这里历史悠久, 有钱袋子之称, 这里还是2018年FIFA世界杯的举办地之一, 但就在那场盛事结束不久后, 这座老城又再一次登上了热搜, 引来了不少关注。 在足球场不远处的一个村庄里, 出现了一个32米宽50米深的坑洞, 大的足以容纳一栋16层建筑。 地面莫名其妙地破了个大口, 这可把当地居民给整蒙了, 大家惊慌失措, 纷纷议论, 担心还会有更糟的情况发生。 孩子们也都吓坏了, 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这个天坑最初是被一批彩蘑菇的农民发现的, 附近都是农民的私有领地, 距这里最近的住宅也有两公里远, 现在整个坑洞周围都被警戒线围了起来, 好像这么做就能把危险隔绝似的。 相信大家都领略到了天坑的威力了吧, 其实大自然本就值得人类敬畏,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屑承认罢了。 您所在的地方有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吗? 欢迎留言和我们互动。